对一些富豪来说,在中国各种豪车、别墅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他们了 很多人就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国外 据了解,无辜由将近一半的富豪考虑过移民国外 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位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已经带了全家移民美国了 正在当下,新能源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时候 云南首富李小明家族就出现了在大家的视线当中 但是大家却发现,他们一家六口已经有五人是美国国籍了 网友纷纷评论 难道留下的那一人是想继续在中国捞钱 当时李小明依靠恩杰公司还坐上了云南首富的位置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小明家却选择了变卖股权进行套现 这样正出于上升最大的恩杰,瞬间失去了众多经济投资 工厂订单以及生产水平曾直线下滑 很多人都很迷惑,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李家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抛售股票呢 经过多方考察,原来李小明这个时候 已经带着一家人加入了美国国籍 而他们之前便卖公司股票 成功套现了二百九十亿元 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家的六人当中 已经有五人是美国国籍了 只留下了李小明的弟弟李小华 来担任公司的法人 虽然李小华还是中国国籍 但也早就拿到了美国绿卡,可以随时带着资产转移过去 如果是富豪移民的话,是要在移民国家做出一定投资的 所以他们才不顾公司的发展前途 选择股票套现 而且我们国家是明确规定的,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当时李小明十分精明 在临走之前就开始和妻子一起 又购买了公司本门的二三的股权 加上他弟弟李小华手里还有百分之九 就只是他们三个人手里就持有的股份 就价值一百亿 而且还不算他家里人手里的股权 这一行为被暴露出之后 引发了往往的暴怒 开始对李家进行讨伐 既然全家选择移民 那就把剩下的人也带走 都不是中国人了,还想着在中国继续捞钱 愿不得之前李小明在国内那么低调 把家的信息保护得那么好 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移民 现在恩杰公司的股东名单中 就可以看到 公司的股份主要是李小明的妻子 女儿,直希,直子和弟弟李小华手中 在上面他们的国籍都已经改为美国了 虽然李小华还显示是中国国籍 但是也已经取得了美国的居住权 那么现在的恩杰已经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外资企业了 什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国一直对中国企业实施优惠政策 国家会帮助扶持一些新型行业 在近些年来国家对新能源行业的大力支持 所以新能源很快就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并且由大量的汽车行业转向新能源 因此对国内的锂电池行业具有很高的需求 并延伸了许多相关生产行业 而电池隔膜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而李小明作为国内锂电池隔膜制造行业的龙头 在上海恩杰公司就备受各方制造业大佬的关注 所以他的公司还有很大的上升期的 但是如果是外资企业 也想得到我国优惠政策的话 那么就必须和中国的公司进行合资 或者说交付高档日关关税 那么像李小明的上海恩杰公司 竟然已经有五个股东是美国人了 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来享受我们国家的政策 当然李小华现在还是中国国籍 但是他也一定会在赚不到钱的时候 直接加入美国国籍 相信也用不了多久了 因为他们之前的疯狂套现 恩杰公司已经引发了全民抵制 原油的合作商也都纷纷撤离 公司内部的运营也开始不断出现问题 其实在商业圈里 大家对李小明为什么移民美国都心知肚明 就是为了避免国内的关税 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害 这种政法也是一些国内富豪移民国外的通用办法 移民即使在国内的公司开不下去 他们也可以选择在美国重新做事 可是仅仅是为了逃避关税 就选择抛弃祖国 这样的做法显然让人很难接受 因为恩杰公司能有现在的成就 离不开中国人民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他们却只想到挣完中国人的钱就想跑路 并且身为一个中国的纳税人 在中国挣钱纳税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只是为了逃避纳税 做全家移民让人唾弃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把云南首富位置让出来了 毕竟他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其实李小明是很聪明的 这个聪明并不是说他移民这件事 大家不要误会 李小明小时候就生在一个父上的家庭里 家庭环境幽远 他的父亲是当时云南塑料厂的厂长 因为父亲的人脉在他毕业后 就被父亲安排到了亏民的塑料研究所 在办公室里做起了科研 年轻的他也是能吃苦 所以很快被领导注意 而且还安排他去美国学习更新的塑料技术 就是因为这一次出国 才使得李小明对美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想要在美国定居 回国后他就开始产生了今天的想法 越来越抵触父亲对他的安排 所以在2006年他正式踏进了商业圈 一哥自己之前展现了收入 以及父亲的人脉关系 他成功收购了一家餐饮公司 当时的他通过观察发现 监察行业的利润高 而且更不用筹销售的问题 所以他就做起了烟盒外面纳成塑料的包装 因为对塑料行业的十分精通 做出的产品好一些 使得许多烟草公司 分配过来跟他合作 他又开始琢磨新的研究方向 他觉得既然挣钱 那么效率就要提高 所以他又跑到国外学习 研究新的包装技术 因为有了个人的专业知识 很快就学到新的技术 回国后和家人一起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红塔塑脚公司 因为他的技术先进 质量较好 而且相对便宜 所以各种订单开始源源不断 而且在赚钱的同时 他十分关注外界更新的新型设备 其实更新换代 让他顺数赚到了十个亿 但那时的雷晓明并不满足这些 通过和朋友沟通 他了解到 现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属于刚开始发展的阶段 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新能源汽车 但是当时的他的家人觉得 现在已经很稳定了 不需要再重新开始 而李晓明却十分的坚持 经过他的研究发现 新能源汽车里面的电池 是需要薄膜各类材质的 这和他之前的企业十分相似 所以他下令决心要进京这个行业 并且收购了当时的上海恩杰公司 可是在收购回来的初期 因为厂里的工作人员 对薄膜领域还不了解 当时连技术的运作都很困难 可是李晓明为了自己的利润 开始疯狂促进研究人员 开始进行突破研究 在众多研究人员的努力下 他成功研发出了 专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司法格模 这项技术的诞生 领先了世界个股 连特斯拉都来找他合作 让他瞬间成为了全球第一销量的品牌 并且当时50%的新能源电动车 都是用他的实施格模 制作上海NJ公司股票 翻了20多倍 可是就算有着那么好的发展前途 李晓明还没忘记 当初在美国的那段经历 而且那时候他觉得 加入美国国籍 不仅是自己当初立下了视野 而且现在如果去的话 还能避开缴税 能有更高的利润 所以参与了咱们之前说的那些事情 当然国家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人的 为了打击李晓明的这种行为 直接要求和上海NJ公司 合作的合作商 断杰和李晓明的公司所有的往来 当然也有些合作商 自己了解这件事后 视觉和NJ断杰合作 这一决定让上海NJ的市值 瞬间跌掉了300亿 李晓明一家人 之后可以说 不仅不能继续在国内赚钱 还丢掉了许多人脉关系 虽然7000年国内有很多富商 也选择移民 但是我们对他的行为 也不能过多干涉 毕竟怎么决定是人家的自由 也深重他们的选择 但是你既然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 那么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就别对中国继续敛财 别想获得国家的政策 我们国家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还希望你们不要后悔 好了 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 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能给咱们点一下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